心靈雞湯最佳算名,人生拉雲計醫生與衛生專家自然,不敢不信, 又往往不甘就此心信專家憑專業說話,不適而賄影賄聲, 因為一言慶幫,一言引起恐慌,另可保守,不敢大口如果不是災難片中那種打角, 他們應該不至於隱瞞真相,只是後果講得抽象深海與含許多重金屬, 不宜多吃,吃多少才會有危險呢?通常是正常人不會吃得到的份量但是, 重金屬不宜排泄,所以要一生拉雲計算看,這句話其實是真理王道, 可把話說得生動一點的那位專家,果然自己就先出事,被人罵良博, 使民感情受傷害者傷害,一生拉雲計,肯定沒任何明顯影響 如果還是覺得那是廢話,說了等於白說,那麼廢物也該循環利用, 對防衛身體健康沒用,對心靈健康卻十分至十二點三十分管用以往對著熱衝於淚流披臉的抱怨者, 慈窮一刻,只想到用歌詞答舊,以後就有一生拉雲法答舊了是的, 你此刻哭呀哭呀固然不是罪,一生拉雲計,從你淚線流出來的牌食物, 嬰孩時期最多,老大後會閉此害麻木,總計跟別人差不多是的, 你此刻被人拉得很不人道,但愛情市場不就是一個拋售一個入貨, 你孤空別人,別人對你只吃,一生拉雲計,感情買賣很少搞到要清盤是的, 此刻考試成績差,進不了大學,入職起身點會低一點點,一生拉雲計, 要置業的話,跟大學生一樣辛苦一生拉雲計,此刻的制欲再不制, 雖說人生無常,但人總愛相信,沒那麼快要結帳從會計角度計, 此刻所有負面東西,可以分成幾個年度入賬, 匆匆幾年後的正能量,可以抵碎構造, 這盤數總可以做到不太難看一生拉雲計, 任何盈規最後都會不賺不賠,任何明顯影響中規無關痛養, 任何人都差不多因為,只有確認離歸西不圓,才會算總賬, 到那時候,患有什麼好計較,如果往後會寫一本心靈雞湯食譜, 書名可以叫人生拉雲計我試應真正經的, 如果讀者以為是曲導員的諷刺,也只因為我非專業人士, 是我的本頁慣了用這種口吻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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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